經濟預言 超級天災 恐怖人落 滅世陰謀 一個給一個震撼 為我們人類命運敲響最後景中 如果以霸氣上來 我記得好像有超過200個火山 其實都擔心因為打彎距離香港很近 其實你想想700萬人怎麼走呢 人他自己姓名都不要 他可以拿飛機去炸 撞玻璃幕牆其實真的比較神秘 不在那裡死的 在飛機撞是掉出來的 這些是被人捉上湯的 全世界有人評估過有多少種病毒 一後面32.0 氣象武器可以令一個國家的經濟受損 一個國家本身的力已經弱了 末日空少逐一逼近 假如2012年12月21號就是世界末日 有什麼大空少大災難 會在這一年紀裡面殺到埋身呢 就等今晚 我們和大家一起 末日道數 末日空少選手 空少逐一 第一集开始你也说过 你又不相信有末日的 不过你相信有空笑 我们做了今集第十一集了 也是最终一集了 现在这一分钟 你会不会有些改变呢 看法就没有改变 不过行为上改变一点 那你现在就读多点书 然后赚多点钱 然后及时行乐 对的 那你以前就说了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现在又怎样呢 以前我就挺害怕的 但是我经过那么多集之后 跟那么多嘉宾交流过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的能力真的很少 那就像你所说了 就是我们做好我们自己 甚至乎将一些正面的能量 去感染身边的人 令到这个世界更美好 过好每一天 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 好了 到我们今天压续片 当然要找到一些艺人嘉宾 和我们一起分享 看他们心目中的末日看法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请来的 有双重身份的 又是美女又是美妈妈的 华仙 华诚哥天华 生于80后的唐梅 你们信不信有门日 什么世界的门日 我觉得是 其实是地球生病了 它生病到某个程度 它就要去医一医 到某一日 它真的受不了的话 它就来一个大的逆转 或者大的清洗 我们看回全球性的天气 温度升高了 而且你会留意其他国家 像美国那样 突然多了很多龙卷风出现 它的气候已经改变了 是 一些不下雨的地方现在下雨 一些本来应该下雨的地方 就一滴雨都没有 阿仙呢 我觉得天灾 例如地震、海啸等 例如日本那样大事 或者有多少级地震 你是公布了 可能测试到 但你不及通知人 是 你真的走避不了 可能就是核这件事 就令到这个世界就失去了 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自己 一手造成的 坏了就 即是日本的天灾 令到你想起 可能是天灾 会否日历 因为2009年好像有一个 预兆是说 2011年有一个地震 在日本 但真的发生了 好了 今天总结我们老友的看法 可以用你的名字 就是可疑 不是确定的 但我们今天的大前提就是说 假如 真是面对2012年12月21日 真是末日 那这些年纪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呢 可以 是的 我们就要请多几位嘉宾上来 陪我们末日倒数 不过 我们先由陰谋论讲起 奪命恶菌 世纪核灾 暖化污染 后祸无穷 每日空笑 人类都有份自制危机 一旦失控 会不会牺牲全人类的命运 如果我们亂用 那些病菌 就对抗生素 产生菌就成了 700万人 如果水源 如果辐射污染了 你喝什么 为了满足侵略的野心 人类还发展了气象武器 据说破坏力等同天灾 中国四川的地震 日本的海啸 都似是有关系的 末日浩劫随时降临 还有什么神秘阴谋 有机会带来灭世大灾难呢 末日浩 你说过天然灾难 其实不是天然的 是人围 就是气象武器所造成的 假如2012年12月21日 真是末日的话 从阴谋论来看 除了气象武器之外 你还有觉得 什么是在威胁我们人类的呢 还有很多的 例如一些可以种族清洗 一些灾难可以发生 另外一些大瘟疫 一些病毒 但是人围的 都可以引致到 2012年10月21日 发生一个大灾难 以你的角度 你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哪样 几样东西都有可能 因为几样东西都牵涉到 一个神秘组织想做的一些 种族清洗的任务 应该说是任务 你说得很恐怖 是很恐怖的 这是神秘组织吗 神秘组织 你简单地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神秘组织 是17世纪其实已经存在的 由一些英国人 开始造起一个神秘组织 之后带到美国 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 他们奉行一个理念 叫做New World Order 一个叫做新世界的秩序 这个新世界秩序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说到最后就是 统治整个 管理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所有的国家 全部都是一个国家一体化去管理 据你所了解 其实这个组织有多少人 有多大的财力 人数真的说不到 因为本来这是一个神秘的组织 什么人呢 就包括了很多政要 很多有权势 或者有影响力的人 当然是有钱的人 很多都是这个组织 等等等等 香港有没有 有 香港也有吗 很害怕 因为我觉得玩得这些一定是有钱的 那我想问一下 我参加这个会有什么利益呢 最多人一般人去参加这个会 就可能是一些生意上的来往 举个例子 我是一间公司 我有一个工程 我要拿出来投票的 那如果刚好 散榮你是这个会的会员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桌下的交流 我一定会把这个单单交给他们 关照给那些员员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那根据你的理解 究竟是否他们互相知道 谁是会员 还是大家都不一定知道 他们都会教出一个方式 去认知对方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一个握手 握手的时候 手指放的位置 是会知道 这个是会员 还是会员的 那你懂得吗 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 这只中… 不是的 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明显的 外面欺骗了你 看不到 就是外面欺骗了你 我也不知道 你也说他有这么多秘密 那你从什么判断 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当然香港比较少人去理解 去研究这方面的资料 但在外国里面 有很多人去研究 甚至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 他本身以前是入国会 他离开了 他也将一些资料讲解 我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这个组织 如何将会毁灭地球人类 如何统治这个世界 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口已经是超红了 是 多到很重要 他们希望 就现在这个世界的人口 是灭绝一半 才可以令人类继续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资源上高 食物上高 很多东西 都是做到好像不够 所谓做到好像不够 其实量食短缺 是做出来的 是阴谋论 是做出来的 不是真真正正量食短缺 那马上 譬如我们有80后堂妹在这里 我猜你没听过 所以你没插口 你听完卓飞哥哥 叔叔说完你信不信呢 我其实是相信的 因为我听唐卿也说不少 但我想知道这个神秘组织 在香港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行动 他们香港就不像有什么大的行动 或者他们所做的东西 不会很刻意地告诉你 我要去炸掉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不是恐怖分子 但是他们所做的 其实他们很多时是潜移默化地 去影响了我们 第一在我们生活上高 他有很多在经济上高 去影响了我们 比如说粮食 我们的消费 都会慢慢去影响我们 而慢慢我们会倚靠了一些 可能是西方一边的势力 第一是生活上高控制了你们 但是比较激进一点的 或者这些资料比较难去理解一点的 就是今年 在我们今年的2月份 一个报告留了出来 在外国那里 就是其中一位 他曾经在英国军部做过的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会员 他在05年6月份 他就开了一个会 简称英文叫做ASM 因为其实传名是一个叫ANGELO SEXUAL MISSION 他因为开完这个会之后 他觉得有问题 所以他就走出来 就向一些我们研究神秘组织 或者一些阴谋论的人 就报料 当时的会计有25至30人左右 他所听到的资料 就已经说是希望做一些东西 去灭绝大部分的人口 多余的人口 所谓大部分的就是说 他们希望做到的是50% 即是50% 全地上的一半 他们在想的是一个 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一定是打的那种 而是说可能是小滚战 或者是经济战 粮食战 他们采取的战略 是不会一次派对兵来打来的 因为他本身不是一个国家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其实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令到你们去… 倚靠他们 经济倚靠他们 经济倚靠 第二,他们在文化上 你会倚靠他们 或者是偏向他们 第三就是令到你 可能国家受到一些伤害 例如天灾 即是气象武器 气象武器 而当国家的角力弱了时 他才会慢慢入侵 这个组织本身 但入会的时候的仪式也非常奇怪 包括入会的时候 多数都是男会员 入会的时候你要全身赤裸 去行一个仪式 然后也要发很多誓 或者要说你不能把你的资料留出去 所以现在流出来的资料 当然有人把秘密告诉我 叫我不要说出去 我静静地说给你 我不当你会说给其他人 很简单 譬如拉铁哥 罪名拉铁哥 是个臥底 臥底本身是很难做的 即是你如果真的有秘密 是很容易 含含声都流出的 你看我们的遗基解密多厉害? 没错 这些资料事实上在全世界 很多地方很多人都知道 只不过香港比较少人去研究 但始终因为里面的核心成员 可能是一些国家的元首级 总统 甚至是一些最有钱的人 所以他们可以滲透出来的生活范畴 实在太多 不是说随便 我只有一群人跟着去抗议 即是成员也有分大同性 还有核心那些 绝对是 或者外面那些 我一直听这么久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种宗旨 这种宗旨 其实基本上是恐怖分子 根本他现在已经玩到 他根本就不需要 不分种族了 不分种族 主要统治整个世界 主要是要控制这个世界 我要假装一些优质的人留下 差别的人就灰 觉得自己变成神的职位 不要浪败地的神的思愿 好 不如这样吧 我们讲到这里 首两位先休息一会 下一部分回来 会继续跟大家讲 多点有关这个阴谋论 好 刚才问完卓飞 他说了一个神秘组织 他们的主意是如何控制 这个世界是一个危机 我想问卓飞 还有什么恐怖的阴谋论 是在实践的 你觉得 其实我也想说 瘟疫是可以人为的 可以人造出来的 是 最简单说的案件 在外国很多人的研究都相信 2003年的SARS不是一个天然的病毒 有可能是一个人为的病毒 那么多人害怕 因为俄罗斯有两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些研究 他们出来的结论就是 SARS的细胞 或者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排列 他们有两种基因的排列 在大自然是没有可能合乏到的 吓生到的 是的 没有可能做到一起的 一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是人为的 但是当时有港大和中大也做过研究 当时的结论就是说 一个内地 其实要是中国人吃野味 是由果子来传去人 人再传来香港的 中大和港大也有些基因排列 那个叫基因洗牌 我觉得也能解读的 但是为什么你会相信 是阴谋论呢 是阴谋 是真是人造的 如果做是什么人造的 如果我当这个真是阴谋论 一定是人种下来 去做这个细菌的话 这个病毒的话 其实他们原意未必是香港 如果你看回整个SARS的 全世界死亡的人数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的 香港 香港 中国 对 但都是在这些 反过来你看看 英国没有人死亡 欧洲那边很少 美国好像是三个或四个 你看回其他的数字很少 大部分都是着重在黄种人的 这是俄罗斯那边的人 和整个世界很多研究 阴谋论的人 出来他们看到的数据 或者看到的资料 有很多的细菌战 或者很多的任务 其实已经在做了 当然这个SARS未必 正如我之前说的 未必一定是 纯粹是扔出来去灭绝人口 也有可能这个SARS 只不过是一个错误 可能是在实验室 做一些细菌武器 而流出了 我觉得它是未研究成功的 对 流出了 未研究成功的 为什么呢 我想说另一个案子 这个我证实不了 我没有研究的 但是有两个人 同时跟我说过一个案子 这两个人 都是一个在外国 读医疗的人 他跟我说过 有一个事件发生着的 就是一个叫做 种族清洗的 一个细菌 当几种动物的血液 混合在一起 再加上一些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 化学物质 就会形成了一种病毒 而这种病毒 再加上一种 好像是 类似电磁波 或者是一种微波 而产生的 最后出来的那样东西 就是激活了它 激活了这个细菌 那种病毒会导致什么样 那种是一种 是生命的 很严重的病毒 是一种很 传播很快 很快 而且是很强的一个病毒 为什么要做一样这样的事 就是要做 找一个叫做完美基因 完美基因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一帮科学家 或者一帮人 相信我们现在地球的人 实在太多了 刚才也说过了 他们觉得 在他们的理论里面 有99%的人类 都是没有这个完美基因的 都是应该要被淘汰 筛算了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完美的吗 不是 他们不是说完美 但他们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们要人类继续生存 下去 未来继续生存 让一个长与软件去看的时候 要把不完美基因淘汰 就是说你身体上高 你是一个很能够抵御到很多超级病毒 就是捱得住 捱得住 留得低的 那些他们就是筛选那些的完美基因 还有就是他说那些部署 包括动物的血 化学物质 全部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会碰到的 我们经常都会接触到的 现在就是看有没有人 如果真的话就是看有没有人 按这个按钮去开这个信号 那说到这里了 看看几位会否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机会没得留下 但呢 我觉得没有了 我几乎都说有 我曾经听过 我觉得如果做到超级臥底 也应该有完美的基因 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试试转换在另一个角度 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末日论 另一个角度应该从一个宗教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刚才的卓飞和我们说的所谓阴谋论 一些很秘密的神秘组织 究竟和圣经有没有冲突 末日灾难 世界终结 古今宗爱的预言经典 是不是已经早有提示呢 即使掌握了天机 我们又是否可以逃过大难呢 但明年有一道担心的就是 二黑这些组病星 就集结在北围 其实这个情况就类同在03年沙士的时间 每日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就没可能被预测的 简单来说 就用四个字去形容这个循环 就叫做承住怀空 根据启示录第六章和第八章 就提到末后大灾难 因为火的原故地上的树木 就是烧了三分日 海洋的生物又死了三分日 而第六章就说到人类也死了三分日 眼前的天灾人和 和圣经的末日啟示不谋而合 人类的终极命运会是怎样呢 好,我们请了今天另一位嘉宾就是林牧师 我想问林牧师 刚才卓飞说了很多神秘组织的阴谋 你觉得会不会和圣经中所说的 末日将会有一帮反基督的人 出来去统治世界和神对抗 是否有些吻合的地方 我回到两方面说 圣经里面确实在启示录里提到 末后日子里面 如果真是世界每日 之前一定会发生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会统合了政治宗教 和经济的一个组织出现 这个组织是会很强的 所有全世界的买卖都要透过它 这个我们明显地看到 就和刚才所说的神秘组织 未必有关系 因为它不一定是一个暗地里进行 反而是很明显地进行的 圣经其实没有排除到2012是每日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 没有排除 假定这是一个大前提的话 圣经会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里 直到2012 末日前 如果是这样 其实会发生什么事 圣经没有提及时间 但会有提及预兆 有些什么会发生 例如我们提到的 就是那个环境的 不能逆转的环境 就是水会变红色变红 会污染了 树没有三分之一 瘟疫 甚至有些仓 让人的喊的山要拆住 这些仓可能来自有两个 我们现代的理解 第一可能是细菌的问题 第二可能是辐射的问题 导致到 那些人是生不如死 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为什么大家说圣经的末世语言 大家这么留意以色列的局势 因为有一场末后战争 是必然要发生以色列的 就是全球会集中去攻打以色列 而以色列这场仗是会输的 在输的过程里面 当他们喊救命的时候 就先所说的 他们认为的尼赛 我们所认为的耶稣 是第二次降临了 这就牵涉到 究竟是不是外星人和UFO的问题 那你觉得如果真的这些发生 其实有几个应验了 现在你看到奥巴马上场 看到整个中东的局势 是有变化的 所以未来 如果当美国不再去支持以色列的时候 确实以色列的国防各方面 就很容易就会被其他 我想说最后一定是一个宗教战争 多于利益战争 我想问 其实最近期在欧洲 即是挪威方面 都有一些牵涉到 种族的一些襲击事件 死伤都相当严重 跟你所说的这些梅西现象 是否会被挪 它其实是一些小的村流 慢慢会汇聚成一个江河 你看到 罗威那个李牵涉 可能有些精神问题之外 它其实背后是宗教问题的 你看一下 即是背景各方面 它要达置一样东西 都是宗教的目的 多于恐怖集经历 要问三位嘉宾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三位都是可疑的 不是确定的 但你听完牧师或唱飞后 会否改变了你的看法 就是末日真的似近 《世界每日》 之前也有人说过 哪一年… 但很多次都证实了 到了那个年份 其实还未必定的 也是假的 这次可能会是多人谈论 最近期有人说的 《世界每日》就是 2012年的第一天 10月11日 最接近的预言 可能会多些人去谈论 多些人去留意 其实我也质疑的一件事 会否它这个日期 也好像之前那些人 所预言的日期 会失准呢 如果是刚刚 明年12月22日 出生日的人 就提早庆祝 很惨啊 不是 不是 先谈论这么多 因为有关聖经 还有很多环节 我们下一部分 和大家说 聖经和UFO 会否有关系 现在回来要问牧师 其实圣经上面 有没有任何经文 是讲对有关UFO 或者外星人 外星人 这么新的词 在圣经一定没有 但圣经有提到两个要点 跟外星人有些类近的 例如罗磨书提到 别的受造之物 就是人类以外 是有另一种生命的 如果这种生命在外太空生存 就叫外星人 第二就是 在上帝的宝座前面 有四活物 那四活物 也不是人 也不是天使 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另一种生命体 所以有另一种生命体出现 不像人类 我觉得那种 像外星人的机会 是高很多 牧师先生 你说的就是圣经条文的解说 但你自己会否都倾向相信 真的有UFO 或者外星人 我想大家差不多肯定 因为太多的残骸资料 真的有实物 实物很容易去验证 但UFO怎么来就另一个问题了 会否是某些国家的高度 的机密武器 我们不知道 如果你想想 如果外星人离地球 有这么多失误 撞击的话 那些外星人的智慧高级也有限 是吗 就是 很难搞 他这么老远 竟然炒车 第二个大家要留意很吻合的 就是UFO第一张拍到出来的图片 跟当时第一本小说 形容的UFO是很类近的 相似度只要80%多 即是UFO没有脱离人类的知识範围 你的想象力是想象得出来的 如果人类想象得出来的 他能做到的机会很高 所以有UFO不等于有外星人 明白这个 唐辉如何?听完信不信 其实我一直都相信有外星人 所以我觉得他会过来地球考察 甚至跟我们接触 你有没有在天空见过很奇怪的东西 解释不了他吗 没有,但我会上网看图片 我有个女朋友 她是住西贡的 现在说起20多年前 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说看到UFO 她说是突然睡一觉 在很强的光 就像一个飞碟 就很近地在她的窗边 令她很刺眼 接着她一起身 定一定神 就好像远离她 我觉得在无穷无尽的宇宙里 我怎么也不相信 只有地球里面有生物 是的,这是理论 好,一个有趣的联想要问牧师 其实会不会耶稣本身就是来自外星呢 或者现在在圣经所说的尼塞瓦 即将来如果要再来的 那个其实也是外星来的呢 如果我们说人类现时定义 就是我们宗教叫耶稣做神 宗教称他做神 但是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特别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从天而降 还带着一群信徒来 而且他的身体 跟我们现在的身体不同 你自然留在地球的人 不认耶稣 他会看到 哇,我的星人侵插地球 很自然的联想 我觉得会是 很自然的想法 总结嘉宾的意见 这个似乎有类同 就是说其实我们倾向相信有UFO 甚至可以挂得到欧丁重神经 是的,我们听完牧师和嘉宾说完之后 不如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 用科娥的角度去否释下末日危机 大海啸、大地震 还有超级火山、终极天灾 足以在瞬间毁灭全世界 人类是不是难逃一劫呢 香港其实都是在地震大雷烈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了末日期 我相信人类是有灭绝这个危险 有很多很多恐怖的事情 圣经记载就是上帝 在末日里面再不用水灭地球 反而是用火的 海啸那些如果冲过来的话 首当其冲一定是一个核电厂的设施 银河堆齐、隐石撞地球 还有神秘黑洞 宇宙灾难似乎从未远离过我们 下一种空笑又可能是什么呢 太阳在2012年的时候 会有一次很大的粒子风暴吹向地球 太阳的光是要用8分钟时间才去到地面 假设我们通常能估计到地球的风暴何时爆发 我可否把8分钟尽量躲在地底呢 你看到有太阳风暴来的 即是来到了 即是来了 从科学角度规探末日空笑 我们又有没有避免呢 我们从科学角度探讨末日危机 请来了研究地球的五世良教授 以及研究天文的陈志弘博士 所以两位如果真的有这个末日的话 其实从科学角度可以怎样理解呢 如果说是一个末日的话 一定是一个很大能量的单日的事件 可能通过火山 或者是地球以外的一些天外现象 例如梁文石撞下来 我有个说法 就是说黄石火山一旦爆发非同小可 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我也听过 有人说美国黄石公园的火山 如果一爆 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不能住人的 你算得对 黄石公园的爆 如果我们追溯上一次 是现在距离七万年前的 现在黄石公园的所谓超级火山 现在的岩漿库距离底下 还有九公里左右 有什么能够能够能够 能够活动火山 会令它爆发呢 其实它现在正在上升 每一年以大概七厘米的速度上升 去到大概五公里 才进入危险期 即是早上皮立陀博火山 它爆发 直接令到飞机飞不到 那些云层积聚了很厚 令到整个地球的室温都改变了 是否真的很严重 可以 当然很严重 上一次 Pinternoblo 如果火山爆发系统是六 我们说超级火山 火山爆发系统是八 逢天一级 升一级是增加十倍 即是说 如果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爆发 就是Pinternoblo的一百倍 哇 如果这个引伸下去 会不会引发很多东西 变成了一个末日的仙兆呢 你可以说是仙兆 但是仙兆什么时候来呢 那个时间性 我觉得也挺重要 而刚才提到 所谓超级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的本身 是造成不到全球毁灭的 它只是改变了气候 令到地球的环境 不再适合人居住 刚才你说的火山 如果有什么突发的东西 或者有什么可以形成它 急速它会上升 即是加快的爆发 其实地球本身一直都是 下面的鸭漿流动 流动的速度 其实不会有很大的转变 可能它会快一点 像香港那样 平均夏天都是33度 你不可能期望下一年 那个温度是变成40多度的 你可能是34度 35度 36度 但现在温度是越来越高 要问陈博士 如果你从天文的角度 假定又真的有没有东西 中间有什么元素 导致会出现 其实如果说到天文那种能量尺度 大部分都是挺有破坏性 挺强大 你说如果是隐石 你看到流星也是隐石 那些是每天都发生 但是你说那些很大尺度 破坏力很大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挺有破坏性 挺强大 或者是有一些 我们过往观察不到的滚石 原来很近的 忽然间观察到的 于是它可以在年多之内 来到我们那里 另外也有人提到 特洛伊小行星 其实这个又可以产生什么作用 它是很近地球的 其实天文学家发现的时候 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它是很近 而且它是跟着地球一样 是同步地绕着太阳转的 即它的一年和我们的一年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走快一点一个 一个走慢一点 很容易遇到 大家会立即问 如果会不会有些情况 你走快走慢了 首先就是它一直都存在 它陪着我们的地球和月亮 一起去几乎同一时间去形成 但是它其实轨道算是很稳定的 我们一直发现到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本身就不发光 它就很容易被太阳那些 很光的光芒遮蓋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今天的科技 比较靈敏、比较小心才能找到 才能发现到它原来一直都存在 是的 要问大家一个概念 叫暴鹰女神 黑暗行星 其实这些又有什么影响 这又是另一个传说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观察不到的东西 原来一直存在 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统的周围 它原来一直都被一个 引力的影响我们 于是乎可能会突如其来 它会带来很多彩星和陨势 很多东西跌下来地球 于是乎有我们所说的 可能会出现末世的 会不会有鲜少等等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现有的科学数据 去偵測到在未来一年半载会有 但如果有 又真的可以很大件事 近的东西 我们找到它的机会更大 反而最怕是一些软的东西 软的而又很暗的 就是我们的仪器找不到 那我们再问唐妹 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是找石那方面我相信 但如果你说到气象的问题 我觉得某程度上 通常都是人造的东西去积落 那我们先说到这么多 那我们下次回来 继续从科学角度探讨末日危机 除了天災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也有很多人为的 继续炸弹在威胁我们 好像是福岛核电厂 那我想问问孟教授 我们地球上 有什么天災 可能会再次导致核电厂再爆发 其实在很多核电厂建设的位置上 也很有可能受到天災的威胁 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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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们很近的大丫关核电厂 其实也是在地震带里面的 正常来说 其实它有些应变措施 不过意外永远就是 在所有的应变措施 都出现问题的时候 才出现 好 要问到陈博士 其实我们在人类研究当中 有没有量子力学的研究 其实也带有极度的危险性 有人怀疑世界上一个很大规模的实验 就是一个叫做Large Heteron Collider 一个在瑞士的大型的粒子加速器 它是想做一个很激烈的重子对撞的过程 它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它希望透过一个很激烈的对撞 去制造一个很高的能量密度 是可以和宇宙 吹爆炸 诞生的时候可以比较的那种能量 就是想去看快一点 在很高能量的时候 我们的物理定律是怎样的呢 但有危险的 有危险性的 如果我们有什么计错数 一爆炸起来就很激烈的 但是我想是很激烈的 博士 你可否盘损一下 我们叫做最坏的结果 可以变成如何呢 这个实验的潜在危险是哪个呢 就是说就算科学家会告诉你 他也会告诉你探求一个很高能量的 未知的世界 而这个未知是以往我们的理论是不知的 那会不会出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呢 譬如有人说 会不会出了一个黑洞出来 你把那么大能量灌注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一些 会将周围的东西都吸走的东西呢 这些就是人违 就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看来我们的担心升温也是时候了 请我们其他嘉宾一次统一 再统结我们的投资 相信大家都可以体会到 如果我们说2012是有活日空笑的 有,而且真的发生的话 可以很大件事,地球也没有了 可以理解一下 我觉得应该如何 当然问问三位嘉宾 童妹,你说最大威胁到人类的活日空笑 是核瘤机 现在改而改变 我觉得是上帝粒子 即是那个核瘤 你觉得这么恐怖? 对,因为实验结果是 他们也是一个未知之数 尋求中一个未知之数 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杀那间全部东西都没有了 即是你宁愿他没有办法 但可能我们去到另一个空间 又来过… 有这样吧 好,先说一下 你又觉得… 我最初说天灾 其实听了这么多专家 例如你可能天灾发生 可能亦是人违 或者有什么组织 在说科学家在研究很多东西 听到又变成了 好像所有东西都像人违 是… 天华呢? 我… 最初是说天气 最初是说天气 听了这么多专家 他们说完之后 你觉得什么是最恐怖的呢? 我就啟发了一些东西 是… 可能一些人士 他们创造了一个阴谋 就去找科学家研究太阳粒子的计划 一年之后就发生了一些意外变化 突然间爆发出来 而影响了所有火山的熔岩地壳 而莫石公园里面的超级大火山 都可能导致加速它的火山 你再说下去 所以就变成… 连环地发生了 地球就是这样玩完 解灵环虽是灵人 不如我们试一下就着科学、宗教 和这个阴谋角度 如果真的出这些事 我们怎样应变 其实很多天灾都避不了了 如果有核的泄漏 我们可以怎样做 博士 我想问问 刚才有堂妹也很担心 那个研究 又应该怎样解灵环虽是灵人 上帝粒子 其实这样的 暂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 我觉得其实担心人 更加要多于担心这些科学实验 就算回到科学来说 其实那个实验本身的距离 真的要制造一个巨大危险 还是差很远的 牧师 到你 圣经没有说实一个 末世的预言的日期 有一个暗示 它不是一个宿命论 就是说人类可以做一些事情 令到这个末日可以延迟 或者提早 如果人类能够减少自私 能够真的活出真正的爱 不单止爱人 爱地球 爱动物 爱生命的话 那我们的末日就可以退后了 所以其实仍然的命运 就在我们手中 卓飞你又提了很多 对 陰谋论 我真的听完卓飞说 真的害怕 你送手的份出来吗 我真的不管 有多少次 是的 总之 我们曾经这么多集提过 都可能是陰谋论 那你试一下 解零 天灾其实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我觉得人禍 反而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有些方法可以做的 就是如何躲在地底 比如说美国肯薩斯州 有很多人真的建一些地下的雕堡 是用来做一些地方去卖的 当然了 你很有钱才可以买到那些地方 比如说美国在丹佛国际机场 我们有资料地下 其实是有一个很巨型的避难所 即是准备了 听说英国皇室也买了 其实附近有一些物业 物业是有些有钱的人 他买了那些地方的物业 其中我们知道 就是英国皇室也有物业在那里 当然他们的目标 在看那些天灾 就不是说是如何火山爆发 那么简单 他们说可能是 预备了一些人为灾祸 发生的时候 是他们计划一些东西 知道有几少出现问题 自己就先躲下去 有错 我们很阴谋 要问问我们三位危险嘉宾 之前听了这么多意见 终局之后 由现在至2012 会否在行为上 有些要准备 唐薇,你没事吧 我觉得如果所有东西都是人类 我们应该由自身出发开始 就应该将地球资源好好保护它 我就是因为我自己 也是一个很注重环保的人 我才会想 我自己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今天我们开始环保一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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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线呢 我又觉得这些是 人类是没有办法去控制 没有办法阻止的事情 就任由它 不要想不到 我觉得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我觉得我今天活得很开心 到我闭上眼那一刻 我觉得已经无憾了 好…我走了 我觉得还可以 天华呢 我觉得是 把那个 心态 再 扩大一点 去看 就是 照顾你平时的工作 平时的生活 平时一样的生活 不要有太大的改变 要改变呢 反而改变一样东西 就是 你反而还要珍惜 你身边的人 我们来看看四位嘉宾 正经讲到 有人问耶稣 如果天灾来又怎样呢 耶稣说 你从无花果树 就看到一个比方 所谓天灾 可能是全人类的一个灭绝 但是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每个人都是死亡的一天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做好自己应该要终起 我自己觉得 对待这些末日全然 有一个态度 其实很需要去抓紧 就是说 你要问一下 究竟有一个这样的意象 那之后是怎样呢 那种因果的关系 是怎样令到有灾难呢 就不要说一见到有异象 就被这些异象去吓倒 圣经里面启述所说的 末世语言 和外界的语言 最大的分别 他不是要被人看完之后 就绝望 没有盼望 反而是盼望 盼望是什么呢 就是说给人知道 人类的生命 不是那么短暂 不是现在死了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是还有一个永恒的角度 我们在新的世界里面 会站在什么角色呢 就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的 如果全世界的人一起去走 一起开派对 其实有什么很害怕呢 而且另外一件事 就是如果2012年 真的没有事发生的话 但是我们看回 我们继续这样的生活下去 我们人类还可以继续多久呢 好的 是我们检讨的时候了 可怡 那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感受的当然多了 做了11集 我听了很多末日的很多东西 我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末日可能在我这一世里面发生 天灼当然是不能避免 但是人类真的 我觉得人应该多种包容 少一点思心 多些感染真面的人 尤其是用爱 宇宙里面一定有个真理 我们这么渺小 我就应该遵从这种真理去过我们每一天 我觉得 不需要太恐慌 要来的也不能给 我自己觉得 人一要自爱 二要懂得爱人 三要懂得爱地球 最后 其实他要明白人和天的关系 你要追求善 不是追求恶 是的 我还记得当年1997的时候 我说这一天 回归那天 我要向大家报告新闻 做了 我今天就决定了做一件事 我倾全力 在2012年12月22日 再跟大家见面 今天很简单 其实我们嘉宾 各自说了很多 是 但究竟是什么结果 我想尤其是我们的观众 自己的判断 我就等定22日再见 没错 我也是 12月22日2012年 我也是 大家都说 报名… 我也是